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很簡單 當然我們可以說 有時間去大自然裏 我們除了鞋子 在草地或者樹林之間行走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這麼繁忙 其實現在市面上 已經是有一些接地器的產品 在我們的健康店 已經有很多的客人 買回家裡 每天都可以接受到 這個接地器的治療 包括了有些很簡單的一張床墊 只有一張床單 剛才醫生也提過 出去加拿大的時候 都可以攜帶 鋪在床面上 每一晚你一定會睡覺 你一定會休息的時候 就可以做到這個治療 不需要每天繁忙之緣 要花時間去教我的地方 還有一些就是一塊 一塊墊 可以在你上班的時候 在辦公室或房間 在地上 你的腳趾也可以 或者放在你的電腦 因為現在大部分人的工作 都不離電腦 可以放在這裡 你接觸到 已經可以接受到 這個接地器的治療 剛才提過的 接地器產品 可以在我們六創二的健康店 可以買到的了 六創二的地址 在銅鑼灣炸電街 五十四號 富城商業大廈二樓 我們的聯絡電話是 28824848 開放的時間 逢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十點至晚上七點 星期六是 上午十點至下午的五點 歡迎大家 到來參觀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聽 圓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 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 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 都可以享受到 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 袁醫生 你好 Della 你好 大家好 袁醫生 最近我逛街市的時候 見到有一種 比較外貌 比較特別的水果 它有一塊黃黃色的葉 包著 裡面就是 一粒像車梨子的形狀 問那個 生果店的老闆 他說 這些是一些季節性的水果 剛剛入冬的時候 就多了 叫做龍珠果 英文就是Golden Berries 我們一向 在自然醫療來說 都注重是醫食同源 這個龍珠果 其實在醫學上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療效呢 首先大家都看到 這個好像車梨子那樣大小 是金黃色的 所以英文叫做Golden 其實是黃金 簡單來是黃金啤梨 原來我們香港人 就叫做龍珠果 好了 龍珠果早期 是南美洲熱帶地方 首先發現的 那裡是很廣泛性的種植到的 早期的印家族的人 在早期就開始種植這種龍珠果 最後將它帶去南非洲的好望角 所以它亦有一個名字 叫做好望角的Gooseberry Gooseberry 是一種酸栗 酸栗 好像栗子那樣 酸酸的栗子那樣的尺寸 這個可以說是18世紀 1800年的時候 然後這些龍珠果 就被引進去澳洲和紐西蘭 當時在野外的地方 就不斷地野生來繁殖 好了 到了印家帝王國 開始種植這些啤梨 這些龍珠果 龍珠果呢 就好像是一隻冷藤的 好像葡萄紙那樣的 那樣的 還有呢 是甜得來 有酸酸 就好像有少少 好像菠蘿那樣的酸酸的味道 那 乾了之後這些龍珠果呢 就有一種新橙色的顏色 還有呢 就好像 那個樣子乾了之後 就好像我們平時 那些提子乾 那樣的 有少少皺皮 那樣的 那這種的水果呢 本身是可以說呢 是鮮黃色 那如果是熟乾的時候 是很甜的 那現在在美國 都找得到的 那在南美洲 在韋尼瑞拉 紫尼都很普遍的 那 那 因為這個是比較 就是比較容易種的水果 那早期呢 在哈威爾 加州 南非 東非 印度 紐西蘭 澳洲 和英國都有的 那 那 那個尺寸就好像 好像波子那樣大 那它最近有很特別的地方呢 那它每一個果呢 都有一塊 好像 好像紫的皮 那樣包著的 是的 那你看來 好像一個燈籠仔 是的 一個燈籠仔 一隻隻這樣包著 所以就在水果店裡 比較特別的 是的 很特別的 那這種的龍珠果呢 我們是屬於一種叫做 Adaptogen Adaptogen 就是說你是幫助你適應壓力的 嗯 幫助你對付壓力的 嗯 我們最 最 多人用的 Adaptogen 就是什麼 是我們人心 人心就是屬於這一類的 一種Adaptogen 幫助你處理對付壓力的 那 在早期呢 在那個 民間的醫療裡面呢 他這個是用來 醫癌症 好 白血病 藥疾 酵痠 肝炎 肝炎 皮膚炎 以及風濕的 那就是在那個 在那個坊間 民間醫療裡面 是這樣用的 那麼傳統上呢 你都發現呢 他可以幫助一些 酵痠 水腫 以及是那個 視神經的毛病 就是眼力 眼的視神經的毛病 喉嚨的毛病 以及是腸的 寄生蟲 以及阿米巴的 尼疾 那你看 這個呢 很大的用途 沒錯 那麼也都 近代呢 也都用來用來什麼呢 是處理那個 肥胖 就是體重過高 皮膚壞 即是皮膚問題 以及是經歷缺乏 頭痛 消化問題 以及曾經開始搶的問題 很多時候呢 都可以吃這些 新鮮的 植物 我亦都叫做 Inka Berry 因為在印家族開始 培植的 那麼很多地方的文化呢 都會呢 是等到它熟透的時候呢 才去採用的 那麼怎樣叫熟透呢 當它包住的那個衣呢 是全部乾了 那麼那個時候呢 是最熟 還有呢 是最甜的 OK 最多汁的 又甜的 那麼 那麼 很多時候呢 我們這些人呢 就會將 將這些的 那個 龍珠果呢 就加進食物那裡 那麼 那麼最最重要的一件事呢 它是可以 加強你的免疫能力 呢 預防疾病呢 令到你年輕 又年輕 又健康 嗯 好了 那麼在營養方面呢 它發現呢 它有很多的生物類黃酮 還有呢 亦都有很豐富的果膠 那麼這些龍珠果呢 本身有甜得來酸酸甜甜 就是有少少好像酸酸的提子乾 那樣的 那麼它也都含有豐富的鱗 維他命A C B1 B2 B6 B12 那麼最好特別的地方呢 他們的蛋白質成分很高的 差不多16個巴仙的 嗯 一般水果來說呢 是不會那麼高淡白質的 對 那麼這個是一個 淡白質的 所以它的營養價值很高的 還有一樣東西呢 他發現呢 這種食物呢 含有褪黑激素 那麼大家知道了 褪黑激素呢 最主要很多人懂得幫助睡覺 是的 那麼還有一樣呢 褪黑激素呢 是抗氧化抗衰老的 嗯 那麼所以它醫學上呢 它是很多方面的 譬如它是一種生氣壓力啦 抗糖尿啦 抗高血壓啦 還有呢 抗病毒啦 抗癌啦 抗炎啦 抗敏感啦 Histamine那些啦 以及抗氧化的活動 哇 真的很大的用途啊 這個 就是它比起人 我們一般都知道呢 那些的 譬如好像士多啤梨啊 藍莓啊 一些Berrys 這些種類呢 其實它都很高的抗氧化 但是如果現在聽你剛才的臨床 在一個營養方面 它還比這些是高出很多倍 更加全面 更厲害 那或者再跟大家每一樣的詳細些解釋 第一它就是一種抗壓啦 我們叫Adaptogen 那就是香港人你說 壓力是很多的生活的環境 所以呢 這個是一個很適合的 那第二就是抗氧化啦 OK 就是加強你的抗氧化 還有那個胡蘿蔔素啦 維他命A、維他命C啦 那這方面的很濃的 抗氧化是特別濃的 那可以幫助我們 游離機的身體上的破壞 就是游離機會破壞我們身體的細胞 那還有一個污染的環境啊 空氣混濁的地方呢 那游離機的問題特別多的 所以抗氧化這方面呢 是非常之用得著的 那還有就是生物類黄酮 那我研究證實了呢 生物類黄酮呢 本身呢 是有抗病毒、抗癌、抗炎、抗敏感 和抗氧化的作用的 那可以這樣說呢 就是這個是一個 就是這個 那個黄酮的在這方面呢 是很大的醫療上的作用的 嗯 還有一個問題了 就是經常人會擔心什麼問題啊 就是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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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膽固醇 就是經常都說膽固醇 原來呢 這個龍豬果呢 是可以幫助你維持 那個正常的膽固醇的水平的 嗯 當然呢 也都會在這方面呢 是幫助我們呢 避免那個心臟病的毛病 嗯 大家現在知道 心血管毛病是第一大殺手 是 癌跡是第二大殺手 暫時今時今日的資料就是這樣 嗯 好了 還有一個問題 幫助呢 原來呢 是便秘的那方面 嗯 發現它有輕微的 輕瀉的作用呢 是幫助我們那個腸臟 保持一個健康的狀態 嗯 好了 在那個糖尿的方面呢 如果那些人有糖尿的人呢 可以吃這些的 就是這個 interberries 那 會幫助我們血糖呢 是維持一個最好的水平的 嗯 鱗 鱗豬 那個鱗很高的 那大家都認識鈣 是的 但其實呢 除了鈣呢 鈣呢 是很重要的 身體上一個很重要的抗物炎來的 那是幫助我們身體的成長 和加強我們骨和牙齒的 所以不是只是鈣 只是單單鈣呢 是不能夠 不能夠 建造骨頭和組織的 那一定要配合鈣呢 那才能夠我們骨那個 那個效果才能達到的 好了 那剛才所說 那個龍豬果 有一個很特別的營養成分呢 原來它的蛋白質是很高的 差不多16% 就是以水果來說 差不多是非常非常之高的 那大家知道蛋白質很重要的 嗯 身體的所有組織都需要 蛋白質 蛋白質 那除了燃燒我們那個能量之外呢 身體要靠蛋白質呢 去做回我們身體的主要那些物質的嘛 嗯 身體其實都是一個蛋白質的結構來的 好了 維他命方面呢 維他命A很豐富 那維他命是什麼呢 是一種水溶性的維他命 它幫助我們眼睛 皮膚 黏膜的 潤濕潤度 嗯 亦都是一個很強的抗氧化 會幫助我們身體裏面的那些 啊 中和我們身體的那些 那些油離肌 這方面的問題的 好了 那 在植物方面呢 維他命A呢 通常呢 在出現呢 是一種 我叫做胡蘿白素 是 就是在胡蘿白素的 維他命A 慢慢會變成維他命A的 好了 那 B 方面了 龍珠果呢 對那個 B 杂也都很豐富的 那 我曾經所提及 維他命B1 B2 B6 B12 那這個這個B 杂呢 對我們身體 通常用來什麼呢 是處理壓力 處理壓力 加強我們的記憶力 加強我們的精力 減低我們的疲勒 那 就是推動我們的新陳代謝 也都會舒緩我們的 經前症候的問題 以及減低我們那個 心臟病的風險 那還有一件事呢 它幫助我們燃燒脂肪 以及燃燒那個葡萄糖 OK 那這方面也是非常之有 好了 那還有呢 就是維他命C 很明顯 農豬果 維他命C 是很豐富的 那維他命C是什麼呢 是一種水溶性的維他命 是 也叫做 也有一個很強的抗氧化 那我們身體是需要 差不多是300多種的新陳代謝功能 都需要維他命C 是的 大部分我們很多時候都需要維他命C 是的 包括我們的組織的成長 身體的組織 腎上腺的功能 我們那個牙齒 牙肉的健康 以及一般的新陳代謝 那還有一件事呢 維他命C的好處呢 它就能夠 跟那些毒素結合 或者是重金屬呢 就令到它排走 來讓身體移走 好了 那我們知道呢 所以我們所講的傳統方面 傳統方面呢 我們那個 用途呢 是幫助很多方面的病 包括藥疾 癌症 肝炎 哮喘 和風濕 那最近的科學的研究呢 發現 原來它的一種成分呢 我們叫做多粉 Polyphenol 和胡蘿白素 它本身的 是抗氧化的成分 以及對付我們心臟的問題 那 我們大家都聽過 腹盆子 Raspberry Raspberry 藍莓 這方面都是很重要的東西 這方面呢 在這方面呢 它好像比藍莓 和腹盆子的效果 竟然是更加厲害的 那當然呢 我們可以新鮮吃 但是很多時候呢 我們呢 可以 即是 乾了 即是當乾果的 那也都 在主床方面呢 我們是不需要 就是 雪櫃 那好像我們吃 簡單的吃 提子 提子乾 像這樣 隨身帶著 有空就吃一點 那當然呢 有時候我們是混在 那些 早餐那些 那些 那些 乳酪那裡 乳酪那裡 其他方面呢 都可以混合來用的 那它本身有少少 酸酸甜甜的味道 那有些人做那些 做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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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ttleneck 和Jello 那都加起來的 嗯 那所以可以看到呢 這個非常非常之 那效果是驚人的 是啊 那如果是這樣說呢 綜合來說呢 在這個臨床上面呢 這個ODEN BERRY 這個龍珠果 是對於一般性的 敏感,血壓控制,血糖方面的控制 我們剛才提及過,遠古時用來做E-cancer 用來預防cancer,膽固醇,疲累症 剛才也提及過糖尿病人,因為他都可以控制血糖 頭痛、發炎,甚至癡肥 因為他可以排除脂肪的問題 和喉嚨不適的問題 在臨床上,這些都很有幫助 可以這樣說,在我們日常生活中 這是一個應該經常吃的水果 幸好,他雖然是季節性的食物 但很多時候,我們也有提乾果 因為之前我們一早也提及過 水果店主也在說,這是季節性 要到冬天時才多 有時你未必要乳硬去買 剛才說過,要乾乾的時候 才會有比較多汁和鮮甜 所以,陸創意健康店 因應了這個特別有效的水果 我們也有有機的Goldenberry果乾 可以放在我們的店鋪有售 大家隨時都可以 將這個作為一個口果的零食 每天都可以吃到一些 因為剛才聽到市場 袁醫生也有介紹過 他有這麼多的療效 他營養方面,這麼豐富,這麼充足 都可以用來平衡我們日常生活上的食物 如果你是追求青春健康 保持青春、抗衰老 其實應該每天都要吃龍豬果 好,今天就多謝袁醫生 和我們這麼精彩的分享 我們今天的時間都差不多了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問題 可以打電話和袁醫生做一個回診 電話是25773798 而在海外的聽眾也可以透過Skype 和袁醫生做一個網上的回診 可以E-mail去 cs.naturalhealing.com.h 預約 如果想重溫我們的節目 可以上去我們的網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去YouTube搜尋 自然療法與你 就可以聽我們的節目 今天謝謝袁醫生 拜拜 多謝收聽,拜拜 謝謝 謝謝 我們